十夜狂潮席卷美国 看似富裕的国度 当中还是有不少人 每天必须为三餐苦苦挣扎 在西岸的洛杉矶 当地社区发起免费冰箱活动 有需要的人可以到冰箱领取食物 暂时无需为温饱发愁 新冠肺炎爆发以来 至今录得16万确诊 4000多人死亡的洛杉矶 疫情严重冲击经济 有三星团体自7月起 在洛杉矶街头摆上了八台冰箱 里头有牛奶 水果 蔬菜 鸡蛋 面包和其他食物 清楚标示免费取用 洛杉矶社区冰箱策划人维加拉说 这个想法是受到纽约 一个类似做法启发 需要食物的人就拿 可以捐食物的人就捐 全天候24小时 都可以从冰箱取放食物 根据该团体观察 大部分来领取食物的人 是没有证件的非法移民 他们在这波病毒大流行下 失去了工作 甚至无家可归 只能在街上溜达 美国五月的失业率创下14.7%的超高纪录 一直到六月中旬 将近3150万失业人口领取救济金 马西社电视综合报道